當我們利用小黑把矩形方塊轉成圓角之後呢 可以看一下 再繼續轉的話會變成正圓圈圈嘛 到最遠的狀態了 但是你會發現它還有下來少一點點 我在做縮方式你會發現它卡住 動不了了 圓圈圈就在動不下去了 所以如果說想要繼續把它縮小的話呢 必須用小黑空白處先點一下之後 看一下 右上角這邊有偏好設定 打開來 功能在這裡 縮放矩形轉角這個打勾 然後再確定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再把這個物件繼續給縮小了 設定的地方 那這個勾不勾看個人使用習慣 我個人預設子都不勾有需要才去勾選它 好這看更喜好沒有標準答案 那實際上 小黑空白處點一下什麼都不要選到 偏好設定打開來 縮放矩形轉角 它才能繼續縮小